大家好,小木又跟您见面了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 新加坡大选2020 冒出了一个网红参选人 通常作为选举的局外人 很少人去看电视 或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纲领 但是这位帅哥偏偏吸引了 好多选民的心,瞬间爆红 小木也想用他的事情来说一说 新加坡人的华语到底怎样呢 喜欢这类话题的 先来点阅小木的频道吧 免得错过我的视频哦 James Lim他的华文名字叫做林志卫 最近我们看YouTube 有好多关于他的视频 好奇的点击去一看 原来他讲的真的是不错 小木跟众多的他的粉丝的感觉一样 觉得他温文尔雅 谈吐稳重 有大将之风 可能是未来之星 哇,这么高的评价 当然了,小木喜欢这位帅哥 是因为他是小木养牧的商学院 ASAC的副教授哦 昨天媒体问他 关于他最近变成网红的事情 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 他都应答得非常得体 新加坡人很多人的中文和英文 真的都不错 从James Lim受采访 小木就想起来 有些不常来新加坡的中国人 或者来了没有多久的人 都经常会问 新加坡人的华语好不好呢 在说这个之前呢 我先来讲一讲中国人来到新加坡 对本地华语不太适应的两个例子 这也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情 两个都很有趣 还钱 在新加坡和有些东南亚国家 你去买东西啊 有人会问你说 你还钱了吗 你可能会一脸无故的说 我没有欠别人钱呀 其实啊 当地人管付钱叫做还钱 在中国啊 还钱通常会用在 一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钱 或者借了钱 随后把钱退还给人的举动 叫做还钱 华人有句话叫做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小木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也遇到这种尴尬 买东西的时候 朋友有人让我还钱 我刚还想解释呢 我没欠别人钱呢 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你懂不懂 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件事情啊 然后问你 你懂不懂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会不会会感觉 对方问的是 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 你明不明白 但其实在新加坡 当有人问你懂不懂的时候 其实它的意思是 你知不知道 比如经常有人会说 你懂不懂这条路怎么走 你懂不懂这个字怎么念 意思就是 你知不知道这条路 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 在中国人眼里 懂在英文是understand 知道是know 还是很不同的呀 小木当初也是听了 有点别扭啊 但是听习惯了呢 现在就没有这种 不适应的感觉了 给大家举这两个有趣的例子 来说明一下新加坡的语言习惯 当然了 事情没有绝对 这都是小木身边碰到过的 新加坡人的说话方式 不排除有的人 说华语跟中国人一样好 小木身边就有中国的朋友 说新加坡人的华语不好 那我就会反问他们 你觉得外国人会怎么评价 中国人的英文呢 往后看您就知道答案了 当小木每次被问到 新加坡人的华语 讲的到底好不好时 我都会说 他们讲的很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有个关键 就是我们认为语言 是用来干什么的 如果你认为语言 是用来沟通的 听懂就行了 那新加坡人的华语太好了 那些华人说的每句话 我都能听懂 我们沟通完全无障碍 除了有一些字句 可能是因为表达方式 跟大多数中国人的用词不同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交流啊 当然有的华人 过了高考之后 就不用中文了 就会比较差一点 普通的日常对话都不行 这种小木在工作中 也经常遇到 但大部分还都是不错的 小木虽然英文说的不是很好 但是每次外国人都会说 你讲的很好 但我每次还想谦虚的说 哪里哪里 我讲的不好 很多老外都会说 It's better than my Chinese 你的英文 比我的中文好很多 你看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啊 很多老外都是习惯性的 用对方的强项 来跟自己的弱相比 这种对他人的尊重和谦虚 小木在跟来自很多国家的 老外交流时都能感受到 而且他们觉得 你本来母语都不是英文 能说成这样也是太好了 所以对新加坡人的华语 我也是真心觉得 那么多华人没有扔掉华语 还继续保持日常沟通使用 也是不错的了 不能用中国人的华语水平来看待他们 说起评价新加坡人的华语 小木也要跟那些在新加坡 英国 澳大利亚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说 放下手中的微信 既然花钱出国了 除了中国人的圈子 最好能多融入本地社会 了解国外的文化和思想方式 看看国内看不到的新闻 都不用翻墙了 咱就不看微信里的过滤新闻了 语言的话 要厚着脸皮去说英文 交本地朋友才能锻炼出来 将来回国了也是个名副其实的海归 才能有更好的身价呀 您说是不是呢 好了 喜欢小木的视频 就请点赞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小木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这样才能及时收到小木新视频的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